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中秋节本是中国传统中和家团圆的日子 不过对于无家可归流落在北京街头的各地访民来说 这一天却更加的凄惨 据中国大陆权力运动网站的报道 9月8号 也就是中秋节的当天 北京警方出动 上街驱赶露宿街头的访民 没收他们的铺盖用品 被驱逐的访民无奈 只好是集体在北京的各个公园游走 举牌 或者是拉横幅抗议 还有数十名的访民拉横幅祭天 呼吁苍天能为他们做主深渊 那么除了访民 凄惨过中秋的 还有失踪半年的马航370班机机上人员的家属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中秋节当天大批马航370中国乘客家属 来到北京的一处庙宇祭奠他们的家人 表达诉求 但是遭到警方阻拦 报道说现场气氛悲伤 家属们大声哭喊和宣泄 北京警方派便衣警察到场监控 试图要阻止家属的活动 并禁止记者采访 报道引述家属的话说 刚开始的时候 中共当局对他们还是保护的 但是后来态度完全改变 路透社说 警察至少动手打了两名孩子的亲属 另外还有人被拘留 理由大多跟所谓的公共场所聚众有关 美国商会在9月8号发表报告说 中共当局最近对反垄断法的积极执法 可能违反了世贸协议 报告说 中国对已实施了六年之久的反垄断法的利用 具有主观性 执法机构的执法也偏向了中国的行业政策 还有企业 美国商会表示 歧视性的使用反垄断法 可以说这违背了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时 所做出的承诺 如果中国实施反垄断法的方式和世贸责任不一致 可能会违反世贸组织的法律 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一起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 感谢观看